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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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Lancer 里程7万 最近起步沒力要注意什麼 我跟你講05 Lancer 久了會有個問題 有路開下來不順 有很多問題 有的是這個我遇過 是那個加油管 生鏽有水氣跑進去 汽油然後黑咕黑咕 然後還有的是那個叫做 有一個叫做溫度 溫度開關還什麼的 我有點忘一個感應器 壞掉也會造成點火不順 或者是這個電腦 那05 Lancer問題很多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05 Lancer路上很少 因為他我之前 最後遇到的太多台這個問題 我之後就再也不賣了 因為久了就是冷車的時候就開不動 想知道從業以來 中過最大的槍是什麼 有經手過什麼車型 因為售後服務的問題 讓小事不然經手販售 有啊很多啊 我之前分享過Kia的車就是 Kia的那個以前的Eurostar 修不好啊 開開會無預警熄火 修不好 就再也不賣了 然後很多耶 陸續很多耶 售後維修真的很多 Mini也是啊 Mini我就是遇到了那個 之前有拍過影片的那個之後 我就再也不賣了 那個小毛病真的很多 有沒有你看那個海力 你看那車也不算久耶 我記得他的好像是10年左右 還111的 我也忘了 那也是狗毛病啊 零件又不便宜 數字網很多家人打電掐是有什麼沒腳 沒有什麼沒腳 其實來來來打電掐 來來來 今天有沒有 我們還是要知識性好不好 有幾個原因要打電掐 為什麼要打電掐 第一個 避免影響到同行的生計 怎麼說呢 其實我們這個車行啊 你如果覺得說我們開一間車行 只是每天坐在那邊等客人來買車 那你就錯了 這很多車你覺得說他怎麼生存都不會倒 我跟你講 另外有一個管道叫做同行吊車 那是不是我就不是只有我自己賣了嗎 你看那麼多車行每一個人有的貨色都不一樣 所以我即使我有200台車 搞不好客人來買的時候 也有可能他要買的車我是沒有的 好比如說我的親朋好友同學 想要買車來找我 小事你那邊有沒有一台RX300 沒有耶 不然我幫你找 我在8891我就找了嘛 對不對 台北看誰有 這間我認識誰誰誰 有這個RX300 打電話去 不好意思我小事 你那一台RX300幾年的 找多少 要收多少錢 好問題來了 今天他不看價錢的情況下 他的價錢就不會跟我打架 比如說他如果看110 我掉怎麼收 這個跟你收108 靠腰你才賣110 你才你掉108給我 馬上就白空了 第二種是他賣110 調給我105好了 他要收105 那我回來我還要賺錢 我如果賣112 客人一看 網路同一台這麼不錯而已 你為什麼賣我112 你動作我搬了 盤子你知道嗎 我上次看到有一個人打卡 去那個Land Rover買車有送紀念品 你知道嗎 紀念品打開裡面是Land Rover的盤子 然後就跟盤子一起照相 我的照片越想越不對 你買新車送你盤子耶 我覺得有一點違和感你知道嗎 所以剛剛講的是同行吊車避免這個價格 被客人發現 我賣太貴被發現 或是這個同行跟我收太貴也會被發現 然後這個還有一個就是那個 有些車行他同一台車有很多人在刊登 其實你認真看你在8891找車 不要說8891 Yahoo也是一樣 你在網路上找車你會發現 常常有這個車子明明顏色里程數資訊都是一樣 怎麼會這麼多人都在刊登 那也避免大家價錢上面互相打架 所以就電洽 大概就這幾種 那還有一種電洽是他想賣高價 所以你打給他的時候 他還要想要探看看你是來問價錢的 還是你真的有誠意買的 他來決定怎麼跟你報價 他覺得他這個如果覺得你笨笨白癡白癡 他可以報高一點 就這麼簡單 大概會打電洽就是這幾種 避免價錢太過透明 電洽尤其會發生在一些冷門車上面 就是你可能整個數字網攤開 這個車可能全省只有五台而已 最容易打電洽 就是他們可以這個讓價錢不那麼透明 你像一些國產車數量很大的 我打電洽沒有批用你知道嗎 因為我打電洽外面其他人一大堆都把價錢打出來了 我也沒辦法賣高 我就只能賣這樣而已 所以我打電洽基本上一點意義都沒有 所以通常打電洽都是高級車款 冷門車款 市面上數量很少的車款會打電洽 好不好大概就是這幾種 上週末市城V40服務很好 請問小事哥Volvo一年一萬保修費大概要準備多少 我跟你講在我這邊買車頭一年 基本上我可以跟你說花不到什麼錢 但是從之後我覺得這個跟B&W的一個觀念 我覺得是差不多 你今天你要買一台這個Volvo B&W 我覺得你一年你必須要口袋裡面有按算一下 五萬至十萬 但是不是說你一定得花 有用到就拿出來用 但我覺得要超過十萬 在我這邊買出去的車 你一年要超過十萬 基本上我目前進口車來講 我還沒有遇過 我坦白說真的沒有遇過 買我的進口車回去 你一年要花到十萬去修 我覺得太閒 目前應該是沒有 如果有的 歡迎來這個我的直播直接沾車 說我在小事這邊買了一台Volvo 第一年就花12萬 你來沾車沒關係 我印象中是沒有啦 所以我覺得不一定會用到 那假設今年沒用到 明年你就再 對不對 遇到修一個兩萬你就自己出險 自己辦出險 預備金拿出來用 好不好大概就是這樣子 對啊我覺得十萬應該是很夠了 我馬沙拉蒂 剛買的時候保養花兩萬換疊盤 然後我已經開開4000了 我最近送去第二次保養 我可以跟大家說這兩條花 我都還沒有超過10萬 後面半年不知道會不會 但目前我都還沒破10萬 所以我覺得應該還好啦 年份高里程低 年份低里程高要怎麼選 選這個價錢的中間點 你預算之內我是會選 可是你還是要看車況 因為這個是這個月經文日經文 常常有人在問 還是要看你的預算為主 當然你高是高到什麼程度 那低又是低到什麼程度 你如果今天一台車已經30年了 只開5萬也沒屁用了 你知道的意思嗎 你一個人已經吃到80歲了 對不對 你跟我說你都沒力超沒力吞 你就養生的也沒效 所以看是超到什麼程度 所以其實還是要評估一下 這個年紀跟里程 都要在一個適當的位置 最近換輪胎店家換了生產週數 一年半的胎 這是常態嗎 我知道輪胎出廠一段時間 我跟你講最近是有比較延長 因為前一陣子這個船運的關係 但是有沒有到一年半 我是覺得我持保留的態度 因為有時候我跟你講 他們輪胎這個生態 我大概知道 就是你想要靠換輪胎賺錢 你要如何壓低輪胎成本 就是你一次要買很多 甚至有很多的這個輪胎行 這個修理廠 他們會聯合起來一起買一批 這樣才會便宜 買越多越便宜的概念 批發的概念 所以會造成說可能吃的太大量 消化不完 他就庫存會有一段時間 我聽到收到訊息是這樣 那至於這個時間有沒有到一年半 我是覺得我持保留態度 我不曉得 因為我不是做輪胎的 這個輪胎行才會知道 但對我來說 一年半的 為什麼我不要裝一年半的 那有一些他會利用促銷來促銷這些 最後消化不完的 也許你換的價格 比市價便宜很多 那也有可能 我不曉得 那一樣我覺得會反應在價錢上面 因為他前面的錢已經賺回來 後面可能這些庫存的只是要消化換一些錢 換一些現金回來而已 所以他有可能都是用促銷價在處理 我猜是這樣啦 不過詳細要了解的 我可以找機會有遇到這個 輪胎大盤商再幫你們問一下好不好 這個跟大家分享 我上次看到了一個新聞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蠻值得在我們這邊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就是那個關於人肉站車位的新聞 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人肉站車位啊 基本上是這樣 他說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78條規定 行人如果在交通頻繁的道路 坐、握、蹲、立 足以阻礙交通 可以儲新台幣300元罰款 這麼便宜喔 若於道路上堆置物品妨礙交通 依82條規定 易可儲1200元至2400元罰款 因此 不論是以身體或者物品佔用車格 警察機關均可依法開罰 好不好 所以下次你們有等到很沒水準的 人肉站車位 叫警察來 叫他閃邊 我要停車 不叫警察來 很簡單 如果他站在那個格子上拿著一個球棒怎麼辦 好問題 如果今天 站車位人手上拿著一個球棒 請問你 A 按他喇叭說我要停這裡 B 找下一個車位 C 哪個棒球投過去看他會不會揮棒 D 過去跟他講話 因為他NPC 他哪一根球棒站在那邊 你就走過去 那個 線上遊戲不是人要一直在人 好不好 一直動 他哪根球棒嘛 點NPC 就出來 年輕人你想要衝三小 A 我要停車 B 請問麥當勞怎麼走 C 我來接任務 最近看到一台三菱油電車 可以跟車商說 我想來去園廠做檢查嗎 可以啊 我跟你講你們有什麼要求 很多人去問 你去買車 有些人就會來問我說 小四哥 我去看的那台車 中午車 他沒有掛車牌 我怎麼查他的里程紀錄 那我說很簡單你就問車商啊 你說可不可以給我車牌號碼 我想查紀錄 他如果連車牌號碼都不敢給你的話 那你幹嘛一定要跟他買 一樣嘛 你說我可不可以去萊茵檢驗 可不可以去XXX檢驗 可不可以去園廠檢查 那好的車商一定會說OK啊 合理的狀況我們是會配合的啊 例如這樣 可是也有一個狀況啦 像 像我們 你要去做第三方檢測 我們會說沒關係你先訂車 那合約上面我寫個淡書 比如說我們要去哪裡檢驗 如果有這個重大的瑕疵問題 或是檢驗沒有通過 訂金全速退還 要不然 會變成很多人說不要 我不要簽約 你先驗完我才要買 那不是啊 我驗完了你不買怎麼辦 我驗完了如果OK通過了 然後你說我現在不買了 我中間那些客人怎麼辦 對不對 我這樣的想法很合理吧 所以呢 外面的車行也會這樣跟你講 你先訂車 驗完通過你再買 沒通過我訂金退你 好啦問題來了 如果萬一驗了真的沒過 那他不退你呢 第一個 第二個他一直拖著不去驗 然後過屋棒好了可以來拿車了 車是你的了 那你怎麼辦 被強姦了怎麼辦 所以還是要看這個 你購買車行的口碑跟信用啦 我覺得現在很多車行都很認真的 在網路上面拍影片也好 認真的經營自己的招牌 對不對 那這個大家也可以去觀察 很透明的去觀察 只是要當一個聰明的消費者去觀察 不是說有拍片的就一定是怎麼樣 不一定 我也跟大家講 你也要懷疑小事 你也可以懷疑小事 沒有問題的 我認為我們這個從小到大被懷疑慣了 對不對 你回家老婆也懷疑你 對不對 這個 跟我之前講寫功課一樣 對不對 從小開始 爸爸出門你在打電動 爸爸回來 你在寫功課 就被打了 因為他媽你電動打到我快回來 你才開始寫功課 對不對 類似這種從小就是媽不被信任長大的 走到哪裡都不被信任 我們也很習慣了 所以我就說 你還是要抱持一個懷疑的態度 這個去觀察 然後我覺得這樣才不會說 因為檢驗然後定金被人家吃掉之類的 我還是這個跟大家宣導 因為我覺得我在做一件事情 但我不能把自己講的說真的那麼偉大 我真的是很希望說 大家對買二手車是沒有以前的那個恐懼 我跟大家說過這個故事 以前我出門 不管是去開同學會 還是親家五十個聚會 我們覺得說 做二手車是一個很low的行業 你不要騎車才去做業務 還買中古車 你知道我們從小到大 不要說親朋好友 你周遭的一些朋友 遇到的一些客人 我們家沒有你買中古車 中古車不是沒朋友很多的 我們都買新的 怎樣怎樣 他們 雖然他只是想表達他都買新車 可是你在 言談之中 你在這個行業你是會受傷的 你知道嗎 聽朋友這樣說 親戚這樣說 我們都買新的 我就沒有你買舊的 或者是有的親戚說 你做二手車很好啊 他也從來也是都買新的 他也不可能 人也不可能來找你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覺得以前 那坦白說 我們自己也是沒讀什麼書 我感覺我也是沒什麼 所以做二手車 我本來就跟大家分享過 門檻真的很低 所以我從以前 我就一直覺得 哇 好像做二手車 是一個次等的行業 那當然我覺得現在 大家人民素質普遍高 水泥工又怎樣 做工廳又怎樣 他也是這個社會的一顆螺絲 對不對 如果我在這裡白天 你家是要去 對不對 現在裝潢師傅越來越少 木工沒人要做 對不對 油漆工沒人要做 水電沒人要做 沒有這些人你房子 你要怎麼裝潢 你就用更貴的錢 去做嘛 很簡單啊 就因為你們這些人 看不起這些行業啊 沒人要做啊 你以後我跟你講 你要修理汽車 你要裝潢家裡 我跟你講 你就用更高的錢 去請師傅請祭司來幫你做 為什麼 因為沒人要做 這個你們 覺得很骯髒很低俗的行業 沒有人要做的時候 那你就用更貴的錢 去請這些少數的師傅來幫你做 還要預約還要等 對不對 例如說是這樣 所以我一直在這幾年 我一直在這個電視 螢光幕或者是書 或者是這個粉絲專業 拍影片也好 我一直很希望 把做二手車的這個形象 是提升起來的 我也常講一件事 全部的人啊 我們有三四十萬訂閱 全部人都來找我買車 看我也做不去 而且甚至有一些 可能在台東啊 在花蓮啊 在更遠的地方 屏東啊 東港啊 有沒有 對不對 全部都做得到嘛 你們這些人要的車 我不可能全部都有 那我只是希望說 一個是消費者可以看到二手車 沒有那麼可怕 我跟你講啊 你不要說你怕車行 我遇到客人 我還怕客人耶 有的客人很麻煩耶 你不想賣他 你還不能跟他講 我不想賣你耶 他又爐又雞巴 然後又一定要跟你買 我跟你講這才麻煩 有時候我們都不好意思講 這個人賣他 我覺得 就像一些女的有沒有 你以前交一些女朋友 你跟他出去吃個兩次飯 你就看這個 不行不行 我告訴你 很麻煩耶 金魚大便你知道 跟他金魚大便 我們俗稱金魚賽 有沒有 一直黏在屁股 他甩不掉 有沒有 麻煩 你知道那個 逮到機會都要浪槓 你知道嗎 就類似這種 你已經意識到 哇這客人不好處理耶 他 不想賣他怎麼辦 要用什麼方式打發他 又不能直接跟人家嗆 對不對 你做服務業 所以我提外話 反正 我一直希望這個 這個行業是出去 不會被人家覺得說 你不會離手車 沒騰車 沒騰車 吃去做那個 那都 檳榔層那種 那個檳榔層真的節目效果 大家也不要誤以為 車行都這樣 現在有些車行真的 我跟你講 比我們還要正式的很多 穿西裝 白襯衫 穿一個皮 那個襪子不能露出來 擦得很亮的皮鞋 油頭 很體面 很乾淨 不是我們在講 看什麼 要吃檳榔有沒有 那個檳榔最標準的姿勢有沒有 盒子拿起來 對不對 拿新的起來 拿一顆 舊的要先吐在這邊 有沒有 那個顆 尾巴先吐掉 這個聽到 有沒有 看起來 嘴角會紅紅的要這樣擦 有沒有 嘴角紅紅要擦 你來記了嗎 嚇人的 你有嚇到嗎 沒有 我自己嚇 我自己嚇 看什麼嚇 不是每一個都這樣 我們今天節目效果 我在這邊還是要澄清 柏君一下 就跟天賢女一樣 這個是節目效果 不是現在我覺得 大家慢慢的希望能夠帶動 整個產業的提升 好不好 我們沒有要全部的人 都來找我們買車 我進而希望說 這個大家以後看到二手車這個行業 是會想做的 會願意做的 覺得說 不是說我已經走投無路 我才來坐二手車 而且我跟你講 我認真跟大家分享 這種的 這種的 我來說 我們這種的 這要拿出來 我來說 你不要看我們這樣 太高太高了 我來說 我們這種人比較好到底 我跟你說 我們說讚 我們怎麼說 親會黑人的變 打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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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這種的有沒有 有的還很好相處 說一就是一 說二就是二 我們很多 我們有認識 我們有認識這種同行 不要說很多 我們有認識這種同行 這種同行很簡單 他跟你講好的事情 他就OK 就是這樣 所以我是希望 不要讓這個所有的人都覺得 二手車都是很可怕 或什麼 我覺得 他如果整個產業是提升的 我不知道是因為資訊透明的關係 我覺得 現在比以前真的好很多 所以現在 其實大家更不怕買二手車 甚至說 每當我接到一些高中生 大學生來問我說 他以後想從事這個行業的時候 我都很開心 因為他看到 我們線上的這一些 這個不管是這個螢幕上也好 或是我們這個電視上也好 既然會讓欣欣學子 想要以後從事這個行業 那我覺得基本上還蠻開心的 我覺得還蠻開心的 真的 也很多的大家都一起 很多的這個同業 大家都是一起努力的 大家都想要讓這個產業更好 我跟你講 我們自己做車行 我們再不努力 有一天就是被這些財團全部都弄掉 就這麼簡單 你看現在聯盟 那個聯盟不是財團做的 他們自己的車賺不夠 他要來弄二手車 那你久而久之 我跟你講聯盟對大家有好有壞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 聯盟這種東西 難道不是多一個人進來 他說打著品管的名號 然後想辦法來分一杯跟嗎 不是這樣嗎 對不對 就跟什麼慈喪便當的雞腿一樣 你加盟慈喪便當 你雞腿就要跟他買 你這個木片的盒子你就要跟他買 你的成本就高很多了 然後消費者都買到更貴的便當 比如說是這樣 就是類似這種概念 那你說他有管理也許有吧 就像現在路上幾乎沒有雜貨店一樣 你現在幾乎就是只有幾大超商而已 那如果有一天全部都變聯盟了 大家都有什麼聯盟什麼聯盟了 然後你當你要買一台什麼車 然後就是這麼貴的時候 因為你走到哪大家都這麼貴的時候 那對消費者也不一定是好的 再來一個發生了一個事情 我跟你講啦 今天消費者跟我有官司 不好意思 沒有律師團 我可以用律師團嗎 財團 消費者你說那保固 保固不給我出保 怎樣怎樣怎樣 來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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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啊 比如說嘛 你覺得對消費者就一定是更好嗎 我不認為一定會更好 你雖然說有管制 他們有聯盟有保固 有在什麼什麼鑑定 7749鑑定3768項檢查 有沒有 嚇到人人滿目這樣對不對 對啊你覺得很好啊 對啊你買了 你如果真的出什麼事 你要跟他相告你試試看啊 對類似這種東西啦 那所以我覺得一個公司當發展 你像我們一樣其實 現在人越來越多發展到一個程度 他其實溫度會一直降低你知道嗎 我始終還是秉持著說 我們的交易應該是多多少少要有一點點溫度的 比起一些這個所謂的一些這個連鎖店來說 我覺得我們能做的就是多那麼一點點溫度 無論是客人送禮物來 或是來我們這邊買得到什麼樣的關懷 我覺得我能做的 我能競爭的就是溫度而已 要不然有什麼對不對 所以以後來跟我們買車都是有溫度的 我會先把車熱好再等你 你來車上都有溫度 譬如說這樣啦 好再來一個 小師哥請問你有遇過誠實的客人 或來考試的客人 你有什麼心得 誠實的客人很多啊 比如說像有一些客人來 其實這個孤車最常發生 有些客人來孤車 其實交代的很清楚 他說這邊曾經有畫過一條線啊 然後這邊曾經什麼 他都跟你講得很清楚 但是其實有些會避重就輕 他說我這前面稍微有撞 你看就保險桿這裡 但事實上沒有裡面都 我們某一集影片裡面就有 他好像很誠實跟你講 可是事實上比他講的還要嚴重 人就是這樣 他避重就輕 所以我常講一件事情 你不要說車上賣你車避重就輕的講 有時候連車主賣我們車也會避重就輕 所以我們也不能太相信客人 你知道嗎 我如果相信他 說就保險這邊稍微撞到什麼 好你就相信他 結果回來一頂起來 幹裡面都彎掉了 都拗到 沒有拆下來我看不到 有沒有 我拆下來幹裡面都拗掉了 對不對 我們自己還是 因為我們畢竟我們是專業的 我們不能夠這麼感情用事 我們還是得要來懷疑客人 那來考試的更多啊 他一定會跟你講都沒有我車都沒怎樣 那我們看不對喔 你這邊有撞過那邊有撞過 有嗎 那個可能之前我妹妹開去弄到的 比如說嘛 考試的也很多啊 最近看那個爆料公社 又開始有這一種手法了 這個手法很久了 兩三年前就跟大家分享過了 好累喔 爆料公社有看嗎 有一個人好像說要去買swift吧 後來變成說你先用fit 先幫你送訂有沒有 送完訂之後呢 結果簽fit說可以來交車fit 他說我是要買swift 你不是說送送看 結果他說沒關係啦 不然你先培養一下信用 開三個月之後再給你換swift 拖延戰術嘛 三個月保固也過了 那個什麼省月期什麼小全部都過光光了 然後之後你可能你就換不到車了 這個很久以前就有的手法 剛剛有人講買A交B嘛 沒有什麼叫轉貸這種東西 一般的汽車貸款貸下去就是綁約 至少綁一年 一年內就是不能結清 結清會有五月金 有很多的客人他自己的車已經有貸款了 他再來跟我們換另外一台車 我們的做法都必須要先把他這台車清場完 然後他新的那一台再辦貸款 即使是同一間銀行 同一間貸款公司都一樣 要先結清一台再辦下一台 沒有所謂的轉 你的舊車的貸款轉到新車這件事沒有 沒有轉貸這件事情 你在買賣你的房子的房貸 所謂的轉貸是轉銀行而已嘛 你不可能轉房子嘛 你不可能說我這個房子現在一千萬 我現在又買了一個兩千萬的房子 我要把一千萬的貸款轉去兩千萬這邊 跟換車概念一樣沒有這種東西沒有在轉的 一定是先清掉A再帶一個新的B 沒有直接A轉B 貸款搬過去沒有這種東西 所以沒有這個轉貸不要再被騙了 這個之前有看到網路上有在爭執這個事情 還發生在我這個同業身上 那同業有被波及到 同業本來是借人給人家吊車而已 變成他也有事情的感覺 他只是把車吊給人家而已 大概是這個意思 所以不要再被那種什麼騙了 我記得好像一台E4的Feed 我記得是舊款的是不是 好像買到40萬是不是啊 好像買到40萬 我會去古款耶 舊版的買到40萬 那真的很好購耶 真的 所以這個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這個我們直播精華還是要有一些東西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種之前在爆料公社有看到這樣的東西 我是覺得這個已經很久了 這個已經存在很久了 都是先說送送看 我先幫你送 我再幫你找Swift 結果送完了以後 Swift直接簽來給你 好了貸款過了 款也撥了 然後你就頭被洗下去了 你也沒辦法 你知道嗎 你貸款已經開始算了喔 款都撥走了 你要開始繳了 你知道嗎 你也不可能不繳 你不繳就是你的信用有瑕疵 你就是得乖乖的繳 大概就類似這種 所以這個還是要注意 這還是要注意 這個是很 之前很常發生 沒想到最近還有 還是其實一直都有 因為我看下面的留言 很多人說 我也是這樣 我上次在哪裡也是被這樣 還蠻多人去留言說 他們遇到這樣的事情 所以這個大家注意 這個就是常 剛剛也有人再次問的說 為什麼他看很低價 然後去了沒車 去了沒車 就想辦法說 沒關係啊 那個我再找就有人 我這裡你先幫你送FIT 怎麼樣 你是要貸款 沒關係啊 反正你貸款不知道辦法不辦法過 不然我先幫你慢慢看啊 什麼什麼什麼 之類的 我怎麼看到 怎麼想用這麼便宜 買這麼新的車 這個也是在留言上 有很多人在說 你吃米不知道米價 你就談小便宜啦 可是我坦白說啦 我稍微站在消費者的立場著想 其實真的不是每一個消費者 他可能他有常常在看小師的網站 有常常在看小師的直播 他可能真的不知道車子的行情 你知道嗎 這種人是確實存在的 就是他是看到一台19年的SWIFE 我記得是38萬 然後他想去買 結果被人家弄到FIT 14年的FIT39萬 可是我覺得這個不能完完全全的怪消費者 因為消費者真的他有時候琳琅滿目的價錢 他真的不知道哪一個才是所謂的行情 當然你也可以怪這個消費者他沒有多做功課 你竟然買19年的SWIFE 你應該多做功課多問幾間 看大家都是多少錢 可是有時候是這樣啊 這一家說38萬 那一家說50萬 怎麼差那麼多 到底哪一家才是真的 那我會不會去50萬那邊就買到38萬的東西 我如果是消費者我會這樣想啊 假設我要買一個我未知領域的東西 結果我一問起來 這個賣38 這個賣50 那我當然我是消費者會思考 到底哪一個才是行情 第二個 那我如果去買那個50萬的 會不會其實是38萬的東西來賣50萬 我相信你們一定也遇過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所以當然就多做功課多問多研究 唯一就是這樣 要不然你沒有做功課的狀況之下 你就會像我剛剛講的這樣 你不知道到底38是行情還是50是行情 那其實我覺得一個最簡單的方式嘛 如果像剛剛那個消費者 他要買19年SWIFE到底38萬是低於行情還是怎麼樣 你去現在有很多線上的估價的那種網站有沒有 你先去這些網站去輸入你要找19年的SWIFE什麼等級 看看人家收車大概的話 我相信如果他有去這些線上網站 輸入19年SWIFE的收購價 我跟你講那個出來的收購價應該就比38萬還高了 如果你去做這個動作你憑什麼認為你可以38萬買到19年的SWIFE 你在收購網站上面一查出來 人家建議收購價格高於對方的賣價了 那怎麼可能會有這個東西出現 你可以不知道行情 可是你要做功課 我認為就是這樣子 那你不做功課的狀況之下 那你就要有被騙的心理準備 我覺得就是這樣 對不對或者是 盛哲講的也很好啊 你去看原廠認證就知道了 那是天花板 一台SWIFE不可能天花板賣 假設天花板賣50萬 外面覺得也不可能賣到30萬 那個國產車了不起差個3、5萬 就很多了 差個一成就很多了 所以不懂真的要做功課 那不然你就會淪為人家所謂的那種貪小便宜 好不好 這個做功課一定是沒有錯 不會做功課就看小獅直播 假看你就不會受騙啦 檳榔城多看幾次 以後搞不好不小心遇到 你就習慣那個嘴臉那個樣子 你這個也會比較心情會比較 遊刃有餘比較輕鬆一點 我們這個就是小獅就是打造一個 你不想做功課 不想浪費時間 不想花頭腦 就來這邊就對了 對不對 再怎麼樣賺也是給小獅賺 小獅這麼努力拍影片 這麼努力每個禮拜開直播 對不對 就算要被賺也要給小獅賺 補貼小獅一點工本費 至少給你騙還看得到 至少給我騙我還不會跑掉 不理你我還在這 每個禮拜三還是在這 下面就刷一排騙人 對不對 你還可以來直播刷 媽的小獅騙我 有沒有 是不是 不管怎麼樣要出去被騙 就來這邊給我虎也可以 被我騙 有騙沒騙都好給我賺就OK 對不對 至少我禮拜三會在這邊 給你上來直播 幹狗被小獅騙 小獅好小 好爛 有的沒的 好不就壞了 媽的進來都沒有紅地毯 錢在涼菜沒有先上 香蒜麵包也沒有來 香蒜麵包 來了以後又硬又乾 你還可以在這邊幹狗 農湯不好喝 對不對 口味太淡 有的沒的都可以 沒有黑絲襪 對啊 牛排沒有牛沒有黑絲襪 豬排沒有豬 好啦大家晚安 掰掰 大家晚安